家門前滿是花香綠藝 園藝是興趣 也是自我療癒的過程 曾經賴先生的生命中 失去繽紛 一切事物都是灰色的 看到人都會害怕這樣子 就師姐來也是一樣 包括就是見到人就會害怕 整天都關在房間 走出負面情緒 不適三兩天 除了醫療幫助 慈濟志工不斷關懷鼓勵 並邀約他參與社區活動 接觸人群 賴先生漸漸敞開心門 關懷他們其實就是 常常去陪伴 好轉之後 他就又開始去工作了 工作之後他也有收入了 他也可以做一個 可以手心向下的人 賴先生的弟弟 有思考跟情緒方面的精神困擾 2019年5月 離開安置機構之後 身心穩定許多 時常到環保站付出 你不要再綁又要綁著 你不要再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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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你盡量要綁好的 才有正面的能量 這裡大家都很照顧我 很好啊 它改變很多嘛 我去環保站跟師兄師姐 聊得來這樣 回來就很高興 改變正在發生 志工幫助兄弟倆 慢慢找回心靈平靜 在歡喜付出中 修剪煩惱心 長出希望新枝芽 我可以再綁著 你不要再綁著 我可以再綁著